嗨,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又来更新我的一周健康美味的减脂餐了 现在虽然已经是7月份了 但是呢,我这一期的减脂餐是我6月份的减脂餐 我中间由于太忙 但是呢,我也更新了很多其他的视频 所以这个视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我最近几周的时间都是按照这一周的减脂餐这个规格状态来吃 完全没有记录饮食的热量 但重点是我差不多这三周到目前为止已经比较稳定的掉了4斤 基本上最近的体重是徘徊在57.45到58中间 我5月底的时候体重还是59.5左右 然后我最近的体重呢,就是在57.5附近 我最近的饮食特别均衡 三餐都吃了碳水 然后我每天都吃得非常满足 重点是我也没有平民运动 我每一周运动大概就在一次到三次左右 我自己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一套整个流程 让我自己的自我满足感特别的高 然后呢,又特别均衡 所以呢,让我们来认真的回顾一下我6月份的减脂餐 让我们从6月的这杯咖啡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个月的饮食 我之前做了卤帮种 然后多下来的气种呢 我就用它来做了很多很好吃的这个气种松饼 教程我之前也已经发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我的习惯是一周煮一次米饭 这周我吃的是糙米饭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每次煮两罐饭 但是我一个人几乎可以吃5-6天 那天刚好是封控结束没多久 我马不停蹄的就去了一趟奥勒奇 去补很多之前家里已经用完的东西 不得不说再次回归到超市的感觉真的太美好了 然后我看到这么多面包就又买了一些 然后我还买了柠檬 西兰花 兰莓 球形的小奶酪 小番茄 还有烘焙纸 最重要的烘焙纸 然后呢还买了一点觅食袋 中午我就准备做一个小番茄奶酪沙拉 小番茄上面放上一点橄榄油 盐 还有一点罗勒碎 再放上黄瓜 然后呢我还加了几颗蓝莓 这个球形的小奶酪特别适合和甜的水果一起吃 然后切了一颗娃娃菜 水煮一下用麻油拌 水煮白菜我还是放上盐和麻油拌了一下 然后呢再来100多克的糙米饭 还有两片之前准备好的鸡胸肉 就是我非常简单的午餐 吃完午餐我烫了一颗西兰花 然后呢把它跟糙米饭还有鸡肉分装到了小罐子里 这样呢我在吃的时候直接微步炉加热就可以了 特别的方便 晚上我准备做一个空气炸锅杏鲍菇 因为空气炸锅的杏鲍菇真的是下饭神气 特别特别的好吃 把杏鲍菇切丝 加上牛油果油 盐 辣椒粉 搅拌均匀 190度 烤15到20分钟就搞定了 晚餐特别简单 还是水煮白菜拌麻油 然后杏鲍菇 还有一些糙米饭 通常晚上呢我就是吃100克到120克左右的糙米饭 但是蔬菜一定要量很多 晚上吃好晚饭我终于准备来自制花生酱了 这个花生是我妈妈从菜场里面买的生的花生 自己用铁锅炒酥 这是我买了这个料理机之后第二次自己做坚果酱 第一次做的是扁桃仁酱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耐心 因为它的功率呢不能说特别大 所以整个研磨的过程我还是花了10到15分钟的时间 中间呢一定要记得一分钟暂停一下 否则机器会过热 自己做花生酱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从整颗的花生 变成细滑的花生酱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还是挺治愈和解压的 我没有加任何的添加东西 就是纯花生打成的花生酱 自己研磨出来的花生酱 由于没有加任何的添加油 所以真的特别厚实 早餐从一个元气盒包蛋开始 镜头上的这个黑色的东西 是我之前炒的香菇的一个颗粒 这是昨天晚上完成的花生酱 这天早上我吃的是前一天准备好的隔夜燕麦 燕麦片 燕麦腹 奇亚子 还有杏仁奶 搅拌均匀 放在冰箱冷藏 第二天直接倒出来吃 再切上一点香蕉就搞定了 我在隔夜燕麦上加上了一大坨的花生酱 我最近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吃非常多的 我自己做的这个花生酱 我觉得把优质脂肪放在早上来摄入 真的是非常适合的一件事情 中午的午餐就很简单了 剩下的一点空气炸锅性包裹 然后再加上之前准备好的便当 大家好 这是忙了一天的我的晚饭 一个非常简单的水煮娃娃菜 配上几块鸡胸肉 到了星期一 之前爸妈订的牛奶最近开始配送 但是我其实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所以我早上就是会间隔几天 把它做成冰拿铁来喝 早上喝一杯全纸的牛奶 咖啡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最近可能超过30天 每天早餐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这个松饼 我给你们看一下图片你们就知道了 中午呢我准备炒一个西兰花尺 毕竟不能每天都很懒的水煮菜拌麻油 我喜欢把西兰花切成这样一个一个非常小的形状 然后炒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很方便 看起来呢也会变得特别的精致 然后我做了空气炸锅 胡萝卜和红薯 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了一起 我最近不会特别严格的规定自己每天要吃大量的蛋白质 我就是跟随自己的这天饮食的这个情况 我这样一份虾仁炒蛋我分了两次来吃 晚餐的主食呢我就准备吃红薯和胡萝卜 然后来拌一个简单的沙拉 小番茄黄瓜还有半个牛油果 加上一点罗勒碎搅拌均匀 再放上几颗小奶酪 星期二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午餐便当 炒了芹菜 放上了一点番茄 然后呢是牛油果加鸡蛋 配上两块全麦面包 一个非常简单的午餐三明治 这天晚上想不出吃什么 有一位粉丝朋友就给我推荐了金针菇拌蟹肉棒 回家呢我就马不停蹄地试了一下 我把黄瓜全部都刨成丝 把金针菇在水里煮熟 然后加上蟹肉棒拌到一起 调料我只加了盐和麻油 但是拌在一起这个菜真的非常非常的爽口清爽好吃 这天的主食呢我吃的是自己做的欧包 这个里面呢就是意大利黑醋 油筋小番茄 我还放了一点辣椒油 然后再把油筋小番茄放在上面 简直是太棒了 周三的早餐依旧是毫无悬念的香蕉松饼组合 我一个人做一次我可以吃很多天 你们明白我做一次可能有十几个饼 但是我每一顿只吃三个饼 所以我真的做一次我要吃很久 这天拍了一个视频 所以呢我中午就直接吃用来拍视频演示的这两块面包加上抹酱 这两个抹酱真的很好吃 一个扁桃仁酱一个抹茶酱真的是非常提升减脂期的幸福感 除了面包之外我中午还用番茄和白菜简单的做了一个蔬菜汤 这个汤我一顿没有吃完 所以呢我晚上就把它加热了一下 又放上了一点白菜 煮番茄汤的时候可以加点牛汁液 真的整个汤的香味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迷人 晚上我把冰箱里剩下的几块鸡胸肉切成丁 跟胡萝卜稍微炒了一下 再配上一点草米饭 周四的香蕉松饼我加了一点蜂蜜南瓜籽 然后呢我还撒了一点肉桂粉 我发现肉桂粉撒在香蕉上面和这个松饼真的很大 非常的好吃 中午我准备炒一个豆角给自己吃 我很喜欢吃这个豆角炒肉丝 但是这是我自己亲自第一次做这个豆角 我没想到这个豆角原来一根一根切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刚好冰箱里有剩下一点番茄酱 我就把它跟红薯胡萝卜炒在了一起 然后适当调低了糙米饭的比例 这就是我非常简单的午餐 前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的时候买到了一大包打折的油桃 就是我手上这样一大袋只要十块钱 就非常的划算 周五的早餐我吃的是牛奶燕麦粥 然后呢加上了黄桃还有抹茶酱 你们应该可以从它丰富的颜色上感受出来真的就是很好吃 我还加了椰枣 中午我还是比较简单的拌了一个沙拉 我真的很喜欢吃剩余果 然后呢打了一杯蔬果西 里面加了苦瓜香蕉小绿粉还有水 我发现香蕉加上任何东西打成蔬果西 真的都会让味道普通的蔬菜变得很好喝 前一天有多下来的肉丝 所以呢我就炒了一个芹菜炒肉丝 晚餐我决定来炒一个甘蓝菜 我就只加盐和大蒜粉 它就可以炒出非常美妙的味道 这天的蛋白质吃的是我妈给我弄的糟虾 到星期六了朋友们周末愉快 这天的早餐呢是黄桃香蕉还有松饼 中午我爸妈回来跟我一起吃午餐 所以久违的一家人又坐在了一起 我们吃了拌黄瓜 空气炸锅鸡腿 然后还有一些炒蔬菜 晚餐又是一个人享受了 我把中午基本上剩下的蔬菜都给干完了 星期天的早上 我吃的是自己做的全麦欧包 然后呢配上半个牛油果 撒上一点盐和黑胡椒 还有我自己做的这个seasoning 这天我用牛油果香蕉加了一点维生素粉 还有杏仁奶打了一杯奶昔 我发现杏仁奶打成奶昔真的很好喝 然后只要是绿色的蔬果系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它不论味道怎么样 看起来真的都非常的健康 这天我在超市买了蓬浩菜 然后蓬浩菜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水煮一下 然后拌麻油 我在外面吃火锅的话 我就很爱点这个菜 碗里面还有一点辣酱 是我外公分给我的 他自己做的上海老辣酱 老上海辣酱 晚餐就特别的简单 中午剩下的一点蔬菜 加上黄瓜小番茄 然后我又吃了自己做的松饼 这些就是我非常真实的一周减脂才能记录 健康减脂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套你自己完全适合 并且可以适应可以长期坚持的饮食方法 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 虽然体重下降的速度非常慢 但是这整个状态是非常健康均衡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状态 减脂的速度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速度 总之一个健康减脂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快速的在掉称 同时如果你能够增加一些运动的话 可以提高你自己的基础代谢 提高你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以及你身体的各项机能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最近也根据自己的状态在调整 加入油氧 不一定是特别多的运动才可以帮助你减肥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之前减肥的时候就是拼命的控制饮食 加上拼命的运动 因此还是要再跟大家提一下 健康减脂就是健康饮食 并不是你拼命运动 好了朋友们 那以上呢 就是这期我非常干净的一周减脂餐 我最近几周吃的差不多还是这个状态 希望可以给在减脂的大家一些灵感 一定要健康减脂 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节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祝大家天天开心 祝你们有美好和通畅的一天 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也一样重要 朋友们我们就下个视频永远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